我们要读四处的圣经都在新约里面 我们要读四处的圣经都在新约里面 第一处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22章 我们第一次要看的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 马太福音22章第29节 马太福音第22章29节 马太福音书第22章29节 马太福音书第22章29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29节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这里面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 有一个因为不明白圣经 这里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 那么明白圣经就可以免于错误 如果明白圣经就可以免去错误 第二处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 第二处的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 三十二章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读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24章三十二节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欺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起不火热吗 这里面讲到 当主耶稣向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们心中火热 这里讲给我们听 耶稣在路上对门徒讲解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心里果异 可见能够读圣经就不会冷淡 可见读圣经就不会冷淡 第三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 第三处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十五节 第三章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可见读圣经能够使人得救 可见读圣经使人得救 读圣经能够免于沉沦 读圣经能够免于沉沦 最后一处 最后一处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 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十七章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在一百八十九页 在一百八十九页 上下两段的 上下两段 直线的圣经一百五十七页 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 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这个地方的人 潜于贴萨罗尼加的人 甘信领受这道 偏偏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事与不是 这地方的人 言于贴萨罗尼加的人 甘信领受这道 天天查考圣经 要晓得这道 事与不知 可见查经能够让人家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可见查经是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的 这两讲到事与不是 可以分辨出来 这里讲到事与不知 就可以分别出来 那么我们读经之后 就不会免于受欺 被人家欺骗 我们读圣经之后 你就免于受欺骗 我们就不会上当 我们就不会上当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再次要求 我们低头告告 我们再要求大家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低头敬拜 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低头敬拜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今天用你的道光照我们 愿今天的道光照我们 求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本分 叫我们认清自己的本分 明白前面的道路 明白前面的道路 做一个不但是听道而且行道的人 做一个不但是听道能够行道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知道有许多人不读圣经 我知道很多人不读圣经 因为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都是一样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治的 对教训我们如何行事为人有很多的帮助 教我们行事为人有很多的帮助 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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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明白圣经的宝贵 也不明白圣经的宝贵 所以我们就不肯常常读圣经 所以我们就不肯常常读圣经 结果就失去了许多的祝福 结果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 可以得到的福分没有得到 可以得到的福分已经得不到 没有必要的错误 偏偏犯的错误 没有必要的错误 偏偏就犯错误 都是因为我们不肯在圣经上下功夫 都是因为我们不在圣经上下功夫 上个主日散会的时候 上个主日散会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问我 有一位弟兄问我 他说我读圣经也读不出亮光来 也不想读 你有什么方法帮助我呢 我想读圣经也读不到亮光来 我又不想读 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呢 所以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 不是单单为这位弟兄预备的 不是单单为这位弟兄预备 所以说是为全体弟兄姊妹预备 是为全体弟兄姊妹预备 也是为我自己预备的 也都是为我自己预备 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 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 刚才所读的四处的经文 刚才所读的四处的经文 指出有四样的好处 指出有四样的好处 第一处我们读经可以免于错误 第一处的读经好处是免于错误 第二处可以免于冷淡 第二处的圣经是说我们免于冷淡 第三处是免于灭亡 第三处是免于灭亡 第四是免于受欺 第四是免于受欺 我想没有人愿意犯错误 我想没有人愿意犯错误 也没有人愿意受欺负 也没有人愿意受欺负 也没有人愿意做个冷淡的消极的人 也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冷淡消极的人 更没有人愿意灭亡沉沦 更没有人愿意灭亡沉沦 那就应当好好读圣经 那就应当好好读圣经 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经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 等于说一个人不吃饭 等于一个人不吃饭 我们一个人如果不吃饭 你想这个后果怎么样呢 你知道一个人不吃饭 后果是会怎么样 一个是软弱 一个是软弱 一个是疾病 一个是死亡 一个人永远不吃饭 就会软弱疾病死亡 一个人不吃饭 就会遇到软弱疾病死亡 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 照样会软弱 照样会软弱 也有疾病 各种灵性的病都会出来 也会死亡 又会死亡 什么死亡呢 什么死亡呢 与神隔绝了 以神隔绝 神是我们的生命 与生命断绝关系就是死亡 以生命断绝关系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都应当读圣经 所以我们都应当读圣经 要好好地读圣经 要好好地读圣经 仔细地读圣经 洗洗的读圣经 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读圣经 又会玩传备的信心来读圣经 用一个传备的心来读圣经 信心来读圣经 用信心来读圣经 这样读圣经才有用处 这样读圣经才有用处 刚才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刚才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常常读圣经的人 我们试读圣经的人 可以免于错误 可以免于错误 当年有一些人在问耶稣 当年有一些人来问耶稣 来讨问耶稣 讨问耶稣 他说一个人如果死了 一个人如果死了 照他们的规则 犹太人的规则 应当取 他这个人死了 他的妻子呢 就应当跟他的弟弟结婚 犹太人的规矩 如果他的丈夫死了 他的太太就要跟他的弟弟结婚 那么这个人 他这个弟弟早上结婚之后 如果再死呢 如果他的弟弟结婚 他又再死呢 再要等他嫁给第二个弟弟 又再等了嫁给第二个弟弟 这样嫁来嫁去 嫁了起嫁 嫁来嫁去都嫁了七次 一个人嫁过七次 一个人嫁七次 后来他几个丈夫都死掉了 后来这七个丈夫都死掉了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那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有复活的话 如果有复活的话 将来大家都复活了 将来大家都复活了 这一个女人嫁了起个丈夫 这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 这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 复活了又很难为情了 复活之后很难为情 到底他属于谁的丈夫 是属于谁的妻子呢 到底是属于谁的妻子呢 他好像这个问题很麻烦 对于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就来请教耶稣 就来请教耶稣 其实他不是诚心的请教 其实他不是诚心来请教 他来试探耶稣 他来试探耶稣 看看耶稣怎么答复这个问题 想看一下耶稣怎么答复这个问题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说呢 你们错了 你犯了错误 你犯了错误 为什么 因为不明白神经 因为分析法 正是不晓得神的大能力 你不知道神的大能力 这一个错误有两个字 这一个错误有两个字 你知不明白神经的话 你现在不明白神经的话 你会做不懂得诚意 你认识不懂得诚意 你认识真理 当然会错误 当然会错误 第二 第二 不晓得神的大能大力 不知道神的大能大力 什么是神的大能大力 什么是神的大能大力 神能创造天地万物 神能创造天地万物 只没有变成有 始无变为有 这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这个是创造的能力 这是个大能大力 这个是大能大力 第二 第二 神能叫死人复活 神能够叫死人复活 这是神的大能大力 这个是神的大能大力 这不是人能做到的 这个不是人能够做到 这是神能做到 神能够做到 这个就是你错误的原因 这个是错误的原因 你不相信 你不明白圣经的道理 你不相信 你不明白圣经的道理 也不相信神的能力 你也不相信神的能力 所以会犯错误 所以会犯错误 这个来试探耶稣的人 这个来试探耶稣的人 他以为没有复活 他以为没有复活 他以为复活的话 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了 他以为复活的话 就有很多问题不能够解决了 主跟他讲 你不懂圣经 主跟他讲 你不懂圣经 这件事要好好思想一下 我们今天在座有的已经结婚的人 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已经结婚的人 有的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 还有些未结婚的青年 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又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注意 婚姻的关系只在今生不在来世 我们婚姻的关系就是今生不在来世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今生有婚姻的关系 来世没有婚姻的关系 来世是没有婚姻的关系 因为都是弟兄姊妹的 因为都是弟兄姊妹的 而且复活之后人的身体 不是像现在有血有肉的身体 而且复活之后 又不是好像现在这样 有血有肉的身体 跟今天的肉身不一样 跟现在的肉身完全不一样 反正肉身不能承受神的果 因为凡是肉身不能承受神的果 复活的身体是很奇妙的 这个复活的形象很奇妙 也有骨也有肉 也有骨也有肉 但是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 不能够受空间时间的控制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从死去复活了 他从门里走过去 不要开门就走过去了 他从门里走过去 不用开门就走了过去了 如果是个物质的身体 肉身就过不去 怎么过得去呢 如果是肉身的身体 那怎么样可以过去呢 他可以过去 他可以过去 但他又可以吃东西 他又可以吃东西 吃一片烧鱼了 鱼也吃一片 吃一片烧鱼的鱼 面包也吃一块 面包也吃一块 那又是个肉身 它是一个肉身 但是又不受肉身的限制 但是又不受肉身的限制 这个身份荣耀的形体 这个是荣耀的形体 所以我们想到 就复活是件很微妙的事情 这个复活的时候 是一个微妙的事情 将来在天上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关于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都是弟兄姊妹 不再娶也不再嫁 不再娶也不再嫁 不再有婚姻的关系 不再有婚姻的关系 那实在很美妙 这个实在非常美妙 因此我们要特别尊重 今生的婚姻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要尊重 今生的婚姻关系 因为只有这一次 因为只有今生 来生就没有了 来生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主 指责当年这个 不懂得真理的 这人说的话 所以主当时 指责那些人 不明白他的话 我们因为不认识圣经 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 所以犯很多错误 所以犯很多的错误 我们知道圣经有一段 叫做伊赛亚书 我们知道圣经有一段书 叫伊赛亚书 它写在主前750年左右 它写在主前750年前左右 主前750年这么长远的时间 那个时候四十章里面有一句话 伊赛亚书 二十章里面有一句话 上帝坐在一个地的球 大圈之上 他说上帝坐在一个大圈子上 地球大圈 地球的大圈子上 他说地是个球形的 他说地球是一个大球形的 请问在主前750年 谁敢相信地是圆的 你知道在主前750年前 谁相信地球是圆的呢 人家都说地是方的嘛 人家说地球是四方的 谁知道地是球呢 谁讲地球呢 没有人讲地球啊 谁说是球是地球呢 一直到了十六世纪 一直到了十六世纪 科学家在告诉我们说地是圆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地是圆的 十六世纪以前 十六世纪之前 人家读圣经 人家读圣经 都说圣经是错误 都是说圣经错误 为什么上帝会坐在地球上面 地是圆形的呢 为什么不读圣经 就不说耶稣神在这个圆球的上面 十六世纪以前如果说地是圆的话 他把你烧死 就是一端 认为你是胡说八道 就是十六世纪之前 如果说在球上面坐 说你被你烧死 说你异端 但是圣经这样说 但是圣经这样说 因为真理是这样子的 因为真理是这样子的 事实是这样子的 事实是这样子的 科学证明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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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进步得太慢 科学进步得太慢 没有办法更早地把圣经的话证明出来 没有办法更早将圣经的话证明出来 所以你看主前七百多年就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 主前七百多年已经证明这个地球是圆的 主后到了十六世纪才知道地球是圆的 主后第十六世纪然后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 假如我们都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免于错误 果如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就免于错误 第十篇六十二篇里面 第十篇十二篇里面 第十六十二篇 那你讲到空气有重量 讲到空气有重量 他说上流人都是虚假 上流人都是虚假 下流人都是虚空 下流人都是虚空 放在天平里就都浮起来了 放在天平里面都浮起来了 因为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因为他说完全比空气还轻 那么空气有重量 空气有重量 这个话什么时候讲呢 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在古前一千年讲的 是主前一千年讲的 古前一千年 大卫王写诗篇 在主前一千年大卫王写诗篇 告诉我们空气有重量 就告诉他们听空气有重量 今天在座有读物理学就知道的 在座当中如果有读物理学的你就知道 空气有重量是近代科学才证明的 空气有重量是近代科学证明的 有一次我在台湾跟台湾大学学生讲到 有一次在大学跟大学的学生讲到 我就在部导会就讲到这个圣经的正确性 讲到报道会这个正经的正确定 空气有重量 空气有重量 你们都知道空气重量是多少呢 你们知不知道空气的重量有多重量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还有点物理学的常识 因为我不是读物理的 因为我不是读物理 初中的常识还有点印象 初中的物理常识有点多印象 一个平方英寸的面积 一个平方英寸 平方英寸的面积 可以承受15磅的空气压力 可以承受15磅空气的压力 我自以为还不错 懂得点科学 我知道自己知道这些不错 讲得很得意 讲得很得意 我们的报道会一共三天 我报道会一年讲三天 我今天就这样讲了 我第一天就这么讲 讲完了下台 一讲完下台 有个青年人过来找我 有个青年人来找我 他叫我寇伯伯 寇伯伯 因为我的儿子给他们同学了 因为我的儿子和他同学 寇伯伯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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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什么事情讲吗 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讲 你刚才讲错了 你刚才讲错了 你什么讲错了 我什么讲错了 你没有错啊 我没有错啊 你错了 我说我是念物理的 他读物理的 他说你刚才说错了 我是读物理的 一个平方英寸的面积 可以承受的空气压力 是14.7磅 他说一平方英寸的平子 可以承受一点 空气压力 空气的压力 可以承受一点 14.7 14.7 14.7 我讲15磅 他说15磅 差了点三磅 差了点三磅 在客人上 差点三 差得不得了了 差太多了 他说如果差点三 差得很厉害 我们以为点三 妈妈糊糊了 他不能妈妈糊糊 我以为点三 妈妈糊糊了 他说不能够妈糊了 他怎么办呢 他告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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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还要去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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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为情 错了怎么办呢 很难为情 错了怎么办呢 错了怎么办呢 错了要纠正 我不能够不走 第二天我上台讲道 那又上台讲道 我先道歉 我先道歉 我说昨天我说错了 因为昨天我说错了 我在一位弟兄告诉我 有一位弟兄告诉我 我一讲 那位弟兄坐在下面 那个青年 他给我摇手 不要讲 不要讲 你一讲 下面那个弟兄 在那儿摇手 叫他不要讲 不要讲 我一定要讲 我一定要讲 我说我说错了 我差了点三磅 不对了 我说差了点三 是不对 我一讲 他们都笑起来了 我一讲 他笑起来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错了 他们都知道他错了 不过他们客气不讲 就是了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客气不讲 第二天讲完道 我说有愿意信耶稣的举手 那我一讲完道 哪个愿意信耶稣举手 很多人举手 很多人举手 下台以后 下台以后 有一个青年过来 有一个青年过来 他说我今天举手信主了 他说我今天举手信主 你晓得我为什么举手吗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举手 你是不是听到 听说感动呢 是不是你听到受感动呢 不是的 不是呀 因为看你很诚实的 看你很诚实 他用英文叫做 honest best policy 他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他说所以我相信 他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他现在也很奇妙 有时候讲道 不一定是道感动人 一个态度也会感动人 你知道一个 有时候讲道 不是道就会感动人 一个态度也会感动人 相反 道一句很好 道是很好 如果人不好呢 如果人不好呢 也能够拦住人来相信 也都是拦住人 道信主 实在是求主怜悯我们 实在是求主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但是道是完全的 因为道是很好的 道是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完全的限制 就会影响很多人 我们这个不限制的就影响很多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诚诚实实的认罪 最好的方法就是诚诚实实的认罪 我想一个失败的见证 比一个成功的见证更能够帮助人 我相信一个失败的见证比一个成功的见证更光在人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失败的经验 因为我们都有失败的经验 但是你不能老是失败 一直失败 那也不行 但是你又不能够老是失败 永远失败 这个就不对了 要靠主得圣 要靠主得圣 这是证明说圣经能够帮助我们不错 这个证明读圣经是帮助我们不错 第二点说圣经能够帮助人 灰足火热的心 第二点帮助我们读圣经是恢复火热的心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当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后 可能向许多门徒显现 从圣经告诉我们听 向许多门徒显现 有一次在伊玛乌斯的路上 就有一次在伊玛乌斯的路上 向两个门徒显现 向两个门徒显现 那两个门徒心里很灰心 这两个门徒心里很灰心 他们听说耶稣复活 也没看见也不相信 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了 但他又没有看见 所以不相信 所以他不相信 但是主耶稣就跟他们讲 那主耶稣就对他讲 就从圣经里面讲到 耶稣应当怎么样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的道理 讲给他们听 那就从圣经里面 怎样说耶稣 怎样为我们死 又为我们复活 后来一同吃饭 后来坐下来一同吃饭 当主耶稣给他们祝福 剥病以后 他们眼睛明亮 当主耶稣跟他们抹饼 祝福之后 他的眼睛明亮 他这样这个圣餐礼拜很重要 你可见这个圣餐礼拜很重要 吃了毒的身体 喝了毒的血 常常眼睛会明亮 吃了主的身体 喝了主的血 常常眼睛就会明亮 这两个门徒一明亮 眼睛明亮 看见是耶稣了 这两个门徒一眼睛明亮 就看见主耶稣了 当他一看见耶稣 耶稣就走掉了 但是当他一看见主耶稣 主耶稣又走掉了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帮助了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帮助了 耶稣需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更需要帮助的人 耶稣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更多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心中火热了 因为他们心中火热 神的话一出来 人的冷淡的心就变成火热 神的话一出来 这个冷淡的心就变成火热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 碰到遭遇一点困难 就冷淡 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 遭遇到困难的事 我们就心里冷淡 有时候被牧师传道 长老指示绊倒了 因为他们有没有好的见证 有没有好的行为 我们一看就不信了 因为他们没有好的行为 没有好的见证 我们一看就不信了 以至于里面内心越来越冷淡 以至于你的内心越来越冷淡 一点都不火热 一点都不火热 消极退后 消极退后 也不来聚会了 也不读圣经了 也不读圣经 也不想祷告了 也不想讨 也没有见证 也没有见证 整个人落在一种冷淡的光景里面 整个人落在冷淡的光景 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火热起来呢 怎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 还是读圣经 还是读圣经 他们耶稣向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们心中火热 一门徒听到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心里火热 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 所以我们常常要聚会 所以查经聚会也更重要 特别是查经聚会更重要 很多冷淡人要查经火热起来 他有一个儿子 到美国来念书 来美国念书 念国际贸易的 念国际贸易 拿到一个硕士回去了 拿到一个硕士回去 就错了 念国际贸易就做生意 因为他读经济贸易 所以他开单义了 但他所读的是一套理论 他所读的一套理论 他对台湾当场情形又不懂 他对台湾的商场又不懂 但是又花了很多钱 把公司盖得很漂亮 花了很多钱 将这个公司建得很漂亮 这个话将近二十年了 这个话将近二十年了 第一年亏本亏了一百多万 第一年亏本亏了一百多万 二十年前一百万很多 二十年前一百万很多 他就跟他妈妈讲 他又跟他妈妈讲 他说失败很好 失败很好 可以买了很多经验 因为可以买了很多经验 一百万不要紧 一百万买了很多经验 一百万不要紧 一百万可以买很多的经验 你再给我一百万 你再给我一百万 我保证你赚回四百万 我保证你赚回四百万 第二年又一百万下去了 第二年又一百万下去了 结果亏了一百万 不是亏了两百万 一百万结果又亏本了 又亏到两百万 他妈妈把什么老本都赔上去了 他妈妈将什么老本赔了给他 连地皮什么房产都交给他 连地皮房产都交给他 结果一直都赔下去了 一直都赔本下去 当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这个青年人 当这个青年人在美国回去的时候 他妈妈带来听到 他妈妈将他带来听到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他在下面打瞌睡 他在下面坐着黑眼睡 我就跟他谈话了 我又跟他聊天 但是在我们美国啊 这里讲到最多十分钟了 十五分钟 你一讲到四十五分钟太长了嘛 受不了了吧 人家在美国呢 讲十分钟十五分钟了 你讲到讲到更长 让人家黑眼了 可能我这个集中了 我的注意力只能够十分钟 再过了就不行了 我的注意力呢 只是十分钟了 一过了十分钟了 我就不行了 他听到打瞌睡就睡觉了 所以我就黑眼睡在这儿睡了 你劝他信他也不信 劝他信他也不信 多少次復活节洗礼 劝他都不信 多数次復活节洗礼 劝他也不信 他都不参加 他都不参加 好了 现在做生意做失败了 现在做生意失败了 妈妈给我哭了 他妈妈来见扣弟兄哭了 他说扣弟兄啊 我要不信耶稣 我老道上吊了 上吊死了 扣弟兄啊 如果我不信耶稣呢 我祖就已经吊颈吊死了 他来参加我的查经班了 他来参加我的查经班了 我们查到旧约撒摩尔记下 我们查到旧约撒农尔记上 查到下的十六章里面 十六章里面 讲到什么事情呢 讲到什么事情呢 讲到大卫王受到儿子逼迫的事情 讲到大卫王受他儿子逼迫的事情 大卫王被他儿子亚撒龙赶出耶路撒冷 大卫王被他儿子亚撒龙赶出去 他儿子要杀他父亲 还要杀他的父亲 他要逃难 父亲逃难了 他父亲逃难 坐在半路上遇见一个人 他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人 用石头来打大卫 用石头来钉大卫 还要骂他 还要骂他 这个该死的人 你抵死了 你从前你要杀到扫罗 逼迫扫罗 现在你儿子逼迫你 活该 报应 是这样骂他 你以前想杀扫罗 你现在被儿子杀你 抵死了 其实大卫王并没有杀扫罗 其实大卫王并没有杀扫罗 这个人是 欺骗了你了 对付你 对付你了 你应该是感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真的得到一个经验了 因为你得到一个经验 你就想到我的儿子 骨肉之亲都这样对待我 那么如果别人对待我这样不好 有什么稀奇呢 如果说到你的儿子 欺骗你 骨肉都对你这样 何况是别人呢 那么像今后 如果别人再欺负你 一定会原谅他 如果今后别人欺负你 你更会原谅他 你想到我儿子都逼我 何况别人呢 你想到儿子都逼你了 何况别 所以你如果被你儿子欺负的话 我要感谢败美主 我要恭喜你 你如果被儿子欺负你了 你要感谢败美主 别人都得不到这个经验 别人得不到这个经验 你得到 我就查经就讲这个话 我查经就讲这个话 讲完他就告诉我 他说 哎呀 我本来要自杀了 哎呀 他讲完之后呢 他自己感到个人 我本来应该自杀了 我儿子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用光了 我儿子将我所有的接触都用过 他要给我吵闹 还要跟我吵闹 但是圣经的话一出来 圣经的话一出来 我 圣经的话一出来 我心中得到安慰 我心中得到安慰 本来我就冷淡到几点了 本来我就冷淡到几点了 圣经的话一出来 圣经的话一出来 我就恢复了火热 我就恢复了火热 他后来就是不计较这些钱财了 他后来就不计较过那些钱了 全英全英来侍奉主 全心全意来侍奉主 好了 这个儿子也回来 那么这个儿子也回来了 这个儿子把他母亲的钱财都带光了 以后就来找我来了 这个儿子将母亲的钱都散光了 他就来找 哎呀 扣扣扣 真对不起你啊 扣扣扣 真的对不起你啊 你对我什么关系 你对不起我啊 你对不起你妈妈啊 你跟我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啊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 我是对不起你 过来实在我是对不起你 你一直劝我 谢谢耶稣 我都不理你 心里还调不起你 过来你一直劝我信耶稣 我完全不理你 还看不起你 所以现在我要跟你说道歉 过来实在 我现在要向你道歉 感谢主 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系了 你怎么样得罪我得罪你 都没有关系了 没关系啊 人与人之间不要计了 我和你没什么特别 但是你跟神之间 要好好建立关系 你跟神要好好的建立关系 你要不要信耶稣呢 你要不要信耶稣 因为我现在不信还怎么办 没有办法了 非信不可了现在了 我现在不信怎么办呢 非信不可了 我妈妈要自杀了为我 我不信也没办法了 我妈妈为我要自杀了 我不信都不行了 他跪下来祷告认罪 他跪下来吵告 痛哭流泪 痛哭流泪 那不是作戏 不是作戏 真的痛哭流泪 不是作戏的 真的痛哭流泪 他悔改了 他悔改了 哎呀我真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你跟他妈妈讲 我跟他妈妈讲 你儿子一共把你钱用到多少啊 你儿子一共将你的钱用了多少 少说三百万 他说 说少一点多呢 就三百万 我说感谢主 感谢主 我说你花得来 你花得来 三百万买一个灵魂啊 你三百万买一个灵魂啊 你知不知道 实在值得很值得 再是值得 花得来 花得来 三百万买一个灵魂 三百万买一个灵魂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用两千条的猪 买一个灵魂 用两千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用两千个猪 来买一个灵魂 一条猪多少钱啊 一只猪多少钱 我没有卖过猪 不晓得 我理由不是买猪 两千条猪大概很值钱啊 两千个猪 两千只猪都好值 但是主要是用两千条猪的代价 买了一个 一千到万 在坟墓里面生活的 一个被鬼附的人 耶稣用两千只猪的代价 来买了一个 自在坟墓活着的人 人家瞧那个瞧不起 住在坟墓里面 该死的人呢 除出了两千条猪的代价 去买它 很多人都看不起 这个住在坟墓里面的人 看不起他 主竟然用两千只猪的代价 所以说 灵魂无价 所以说 灵魂是无价 日本有一次 高等法院 判决一个罪 判一个死刑的罪 日本有一个高等法院有一次判一个判死刑 人命是关天的 人命是重要的 人命是关天的 人命是最重要的 但是人的灵魂更重要 但是人的灵魂更重要 你光是救他的肉身没有用 还要救他里面的灵魂 你救他的肉身 没有用 还要救他的灵魂 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 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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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周报里面所记得 这上面所讲的经文也很好 这里上面所讲的经文非常好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的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出死入生就是得救了 出死入生就是得救 从死亡里出来进到生命里面 这是耶稣基督的话 这里是耶稣基督的话 听主的话 就能够得救 就能够得救 所以我们读经能够免于灭亡 所以我们读经是免于灭亡 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在提摩泰后书三章十五节里面 在提摩泰后书三章十五节里面 这个圣经能够叫人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它是读圣经 因信耶稣能够有得救的智慧 得救的智慧 得救的智慧 所以我们读圣经得到智慧 因为我们读圣经得到智慧 什么智慧呢 什么智慧呢 得救的智慧 今天世界上大家都在追求智慧 今天世界上大家都在追求智慧 我们可以说求知欲 是欲生命来 从生命中来的 我们可以说求生欲是以生区来的 求知知的欲望 求知的欲望 我们你看小孩子 你可以坐在电视机面前 你看智慧仔一坐在电视机的面前 哎呀他就看电视里面的故事 他又看电视里面的故事 我最喜欢问他爸爸妈妈什么 他最喜欢问他爸爸妈妈什么 那是好人呢 这是好人还是那个坏人呢 他问好人是坏人 他问好人是坏人 他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大家很喜欢这种善恶知识 这种观念很多 他很喜欢分别一下 哪个是善恶的事情 这就是当年伊甸园里面 亚当吃那个善恶果子的结果 这个是当年阿当吃这个善恶果的事情 他最喜欢问是好坏 谁好谁坏 谁对谁不对 就问这个 都是想问一下 哪个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哪个坏哪个恶 但是今天的问题不是谁好谁坏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不是好 不是谁好哪个坏 是问谁相信主还是谁不相信主 就是问题就是 哪个相信主 哪个不相信主 信主得救 不信主是要灭亡 信主的得救 不信主的是要灭亡 并不是说你好就得救 坏就灭亡 不是 并不是说你好就可以得救 你坏就会灭亡 好坏没有绝对的标准 好坏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两个人立场不同 两个人的立场不同 假认为好正好以认为是坏 假认为好正好以认为是坏 认为坏 假认为好 认为好 认为坏 认为坏 如果两个政治立场不同 更是如此 如果两个人的立场不同 更是 你看这个报纸就晓得 你看看报纸 你看看 那个背景不同的报纸 它说法都不一样 你看看 它说法都不一样 它说法都不一样 善恶是非是很难讲 这个善恶是非是很难讲 但是生命 有和没有 一看就知道 但是生命一看 一看有没有 你知道 死跟活可以分辨得出来 死跟活是分辨得出来 善恶好人坏人很难分辨 好人 善人恶人很难分辨 昨天有一个人 昨天有一个人 叫做魏忠贤 魏忠贤 魏忠贤 这个魏忠贤是一个名号的太子 魏忠贤 这个魏忠贤是明朝的太监 人家问他说 什么叫君子 什么叫小人 人家问他什么叫君子 什么叫小人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不知道 那么请问 那么他就这样说 他说君子小人我不知道 他说君子小人 我都不知道 大概好的就是君子 坏的就是小人 他说大概好的就是君子 坏的就是小人 再问他什么是好是坏呢 那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坏呢 那简单的很 那简单 反正欲我好者皆好人 欲我坏者皆坏人 简单 跟我好的就是好人 跟我不好的就是坏人 这是魏忠贤 他这个宦贤 他这个宦贤的哲学 这个魏忠贤太监的哲学 这是个坏人 这个坏人 他这样的定义 好坏是这样的定义 他下个定义 好坏就是这样定义 你跟我好 你跟我好人 你跟我好人 你跟我坏就是坏蛋 你跟我坏 我不好就是坏蛋 我们不要笑他 我们不要笑他 现在笑我们自己 应该笑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像他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像他 这个魏忠贤的味道都在我们身上 我告诉你 这个魏忠贤的味道在我们身上 我没有意思得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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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太监 这个太监 人家瞧不起的人 人家看不起的人 他却把人的光景说出来了 我们人都是没有是非的 我们人都是没有是非的 人靠自己都是成见的 人靠自己都是成见的 有偏心的 有偏心的 是主观的 是主观的 美国的Amerson Amerson这个人是个哲学家 艾莫森 美国有个艾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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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哲学家 是一个科学家 也是个哲学家 也是个教育家 也是一个哲学家教授 也是个教育家 他说一句话 他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人都是主观的 他说我们人都是主观 主观就有成见 主观就有成见 成见就有偏心 主观有成见 成见有偏心 偏心就有错误 偏心有错误 错误就失败 失败就会灭亡 失败就会灭亡 你看这里又讲错误 又灭亡 都有关系的 所以说到错误就会灭亡 就有关系的 我们人都是这样 我们人都会这样 但只有信了耶稣之后 只有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的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来了 主耶稣的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以后 我们才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我们然后才知道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坏 那个观点不是人的观点 是神的观点 因为这个观点不是人的观点 是神的观点 人都是眼光如斗 所以短短的眼光很浅 人的眼光如斗 真的很短浅 好像是井底之蛙 坐在井底下 看天的那一点点的 好像井底之蛙 看天空 但是上帝的眼光 是偏差全地的 但是上帝的眼睛 是偏差全地 我们人最多看一点 我们人最多看一点 看到我自己 看到自己 比较客观一点 你再客观一点 看到两点 看到两点 也看到我也看到你了 又看到我 又看到你了 看到一条线 再客观一点 再客观一点 看到面 看到面 看到大家了 就看到大家了 最多就到面 最多就到面 第一步是点 第一步是点 第二步是线 第二步是线 第三步是面 第三步是面 人最多是能够点线面三者 人最多是点线面三者 但是上帝呢 是看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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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平面的 我们是平面的 上帝是看立体的 上帝是看立体的 他坐在天上 他坐在天上 见察万物 监察万物 每一个人的思想意念行动言语都在他见察之中 每个人思想原行意念都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信他 才能免于灭亡 才能免于灭亡 因为我们有错误 就会导致灭亡 因为我们有错误 就要导致灭亡 因为我们错误的结果 就会犯罪 因为我们错误的结果 就导致犯罪 罪就被我们带来死亡 罪被我们带来死亡 但是信了主耶稣基督呢 但是信了主耶稣基督呢 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 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 我们罪虽然多血都能洗净 我们罪虽然多血的血能够洗净 单单是靠保血洗罪还不够 单单靠保血洗罪还是不够 我们还要相信主从死里复活 我们还要相信主从死里复活 这个复活的大能大力 这个复活的大能大力 能够使我们不再犯罪 能够使我们不再犯罪 有力量抵挡那个罪 有力量抵挡这个罪 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位活的神 我们感谢主有一位这么活的神 我们才能够免于灭亡 我们才能够免于灭亡 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 我们有圣经 读圣经 能够使我们免于受欺负 能够使我们免于受欺负 免于受骗 很多时候 我们会落在各种错误里面 我们落在各种错误里面 所以要欺负上当 被人欺负上当 甚至于听到也没有一个分辨的灵 甚至于听到没有一个分别的灵 今天在美国有许多的教堂 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教堂 你原谅我说 请原谅我说 我们没有意思论断 也不敢论断 我们没有意思论断 也不敢论断 有不少的教会 有不少的讲台 有不少的讲台 是传的道 所传的道 只讲人道 只讲人道 没有天道 没有天道 只讲生活 只讲生活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只讲做人做事之道 只讲一些做人做事之道 不讲怎样悔改信主得救之道 只讲一些做人做事之道 不讲怎样悔改信主得救之道 没有讲怎样悔改信主得救之道 那都是个假先知传的假道 这些都是像一个假先知传的假道 所以我们要读经 所以我们要读经 我们读经就能分辨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 我们读经就可以分别 哪些是对哪些是不对 保罗告诉我们说 保罗告诉我们说 在那个比利亚那地方的人 在比利亚那些人 比帖萨罗尼加的人好 比帖萨罗尼加的人好 为什么好呢 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个道 因为他甘心领受那个道 而且天天考察圣经 他天天考察圣经 要知道圣经是对 这个道是对还是不对 他要知道这个道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在台上讲道 我们现在在台上讲道 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真理呢 你怎样知道我讲的是真理呢 我谢谢你 你很相信我 我好多谢你 你相信我 因为我不敢骗你 因为我不敢骗你 我不能做假先知 我不能做假先知 你必须要做一个做件事情 要好好读一读圣经 你回家要好好地读一读圣经 看看我所讲的 跟圣经的讲 有没有不对 你看下我今天所讲的 和圣经有没有不对 你必须这样子 好好地对一对 你必须要好好地对一对 你才能够坚固你的信心 你然后才可以坚固你的信心 你不要误会 请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叫你怀疑讲台的话 我不是叫你怀疑讲台的话 但是我们每一次讲完的道都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每一次讲完的道都记录下来 朱姊妹都把它写下来 这个朱姊妹都为我们写下来 我上次讲台都在这里 上次的讲台都在这里 今天讲到下个星期要印出来 今天我讲到下个星期会印出来 我要求每一位弟兄姊妹 把这个好好带回去看一看 我要求帝英姊妹 将这个好地带回去看一看 上次讲如何胜过胆怯 上次讲如何胜过胆怯 有几种方法 有几种方法 你不要完全就这么信了 你不要完全这样去信了 把圣经打开 把圣经打开 对一对 看看有讲错没有 看看有没有讲错 看看讲的是不是真理 看看是否真理 要祷告 要祷告 求圣灵光照你 求圣灵光照你 你看所讲的跟圣经是一样 你看看所讲的跟圣经是一样 你就要坚固你的信心 你就要坚固你的信心 接受过来 接受过来 就免得会上当 就免得会上当 今天假先知实在不少 现在在这个世界 假先知实在不少 很多人传到福音里面 没有保学的 很多人所传的福音 是没有保学的 很多讲台不敢讲罪 在港台不敢讲罪 怕得罪人 怕得罪人 结果就得罪了神 结果我就得罪了神 他们是讨人的喜欢 不讨神的喜欢 他们讨人的喜欢 不讨神的喜欢 我不是说我在讲的道 都是绝对是正确的 我不敢讲我所讲的道 绝对是正确 但至少我不敢离开 这个纯正的信仰 最少我没有离开这个 纯正的信仰 你一定要去把圣经 打开对照下 你一定要把圣经 打开来对照 看看我讲的 到底是不是真理 看看我讲的道 是不是真理 是的 你就要接受 你就要接受 如果你发现不对 如果你发现不对 我要求你一定告诉我 我要求你告诉我 也许我没看对我 我说错 也许我没有看对 或者我说错 刚才14.7磅就是个例子 刚才这14.7磅就是一个例子 我赢的例证不一定都会对 但是我讲的圣经道 绝对不敢错 我引的例证有时会不对 但是讲到圣经的话 也绝对是对 但是你还是要去对一对 但是还是你都要自己对一对 这样的结果 你这个信心就强起来 这样的结果 你的信心就会强 而且你兴趣也会浓厚起来 而且你的兴趣也会浓厚起来 你读一读圣经就很有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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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讲的那位台大的学生 刚才我讲的那位台大的学生 现在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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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岸 在东岸 他已经成为查经班一个leader 他已经在东岸做一个查经班的领袖 他说他自己这样做见证了 他自己讲了一个见证 他说扣事远 他说扣事远伯伯有错 我都指过他错 他说见证的时候 扣事远伯伯有错 我都指证过他错 他说他很谦卑 他就认错了 他说很谦卑他就认错了 他说我谦卑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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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他帮助了一个传道人 狗正错 所以他要上帝去纪念他 所以上帝都纪念他 所以帮助他就火热起来了 帮助他火热起来 我以前读经妈妈夫 我后来就用功了 读圣经了 以前我读圣经妈妈夫夫 但后来我就很用功读 圣经是要下点功夫去读的 所以圣经要下一点功夫去读 在前天的清朝有一个宰相 在清朝有一个宰相 有四个儿子 有四个儿子 有一天他在家里 就把四个儿子叫来了 有一天在家里 他把这四个儿子叫来 就问他说 就问他说 这个读书和看戏哪样好 他说读书和看戏哪样好 这一问 那有一万 那个老四小孩最小就讲了 爸爸当然看戏好 当然看戏好 最小的就是答爸爸 他说当然看戏最好 爸爸说你这没出戏的家伙 是懂得看戏不念书 假的你真的没有出戏 只是会看戏 也不会读读 好了 老四挨骂了 那老四挨骂了 爸爸就问老大 老大你说 读书好看戏好 老大你说 你说读书好 还是看戏好呢 老大说 爸爸当然是读书好 那个老大说 当然是读书好 嗯 爸爸又骂他了 那我爸爸又骂他 我看你是违心之论 你讲话靠不住 我看你又违背你的良心 你说你靠不住 当然看戏好 你还说读书好 你是违心之论 当然是看戏好 读书好 读书好还是看戏好 他说你说读书好 还是看戏好 哎呀 这个老二爷很聪明 就想着怎么办 怎么答复 想怎么答复 他就这样讲了 读书当然很好 看戏也不坏 读书当然很好 读书当然很好 看戏也不坏 读书当然很好 但是看戏也不是那么坏 爸爸又骂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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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滑头 小滑头 他说他小滑头 左右摇摆 你这个compromise 你小滑头 你这个小滑头 你这个小滑头 左摇右摆 讲话不老实 小滑头 你这个讲话不够诚实 小滑头 现在剩个老三的 现在剩了老三 他怎么办 你看 那要怎么办呢 老二老四都爱骂 老三怎么办 老四都被爸爸骂了 怎么办呢 老三最聪明 老三最聪明 我们中间有没有老三 我们现在有没有老三 往往老三最聪明 很奇怪 老三最聪明 他就想一想 他就想想 他说爸爸 爸爸 我想啊 读书就是看戏 看戏就是读书 他说爸爸 读书就是看戏 看戏就是读书 爸爸说 答对了 答对了 你答对了 你答对了 他实在答对了 真的答对了 你读书的时候 用看戏的兴趣读书 你读书的时候 用看戏的兴趣来读书 很有兴趣 很快乐 很有享受的态度 去读书 你读书的时候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欣赏 这本书去读 看戏的时候 你要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你看戏的时候 你要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看戏就是读书一样的看 你看戏的时候 好像读书一样的看 这就是正确的读书的态度 这个是正确读书的态度 如果准许我把这个故事拿来用 如果准许我把这个故事拿来用 我们读经也跟看戏一样 我们读经也跟看戏一样 我们读经也是看戏一样 有的人在电视机面前 一边看电视一边读圣经 结果读了半年 不知所云 不要读什么东西 结果读了半天 不知道他讲什么 不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 我不是鼓励你用电视机来陪伴读圣经 没有这样的事 我不是鼓励你开这个电视机来陪伴你读圣经 你读经的时候 要成为一种像看电视那种趣味 你读圣经的时候 要用看电视那种趣味 读的时候很有兴趣 读的时候很有兴趣 你相信你读的时候会免于错误 你读的时候会免于错误 免于灭亡 免于灭亡 免于受欺 免于受欺 有这四个免在你心里面 这四个免在你心里面 你就培养兴趣来了 你就培养兴趣 你也要很享受 你也好像很享受 所以读经要用享受的态度读 读经要用一种享受的态度 千万不要用还债的态度就不行了 千万不要用还债的态度来读 有个弟兄告诉我 他说我不读经也不行不平安 读了经也没得到什么东西 干什么读什么用 他有个弟兄告诉我 我不读经我就不平安 但是读了经我又不读 我每天早上上班太忙了 没有时间读了 他说我每天的早上上班 早上就上班太忙了 等到下午六点回到家里了 等到下午六点回到家 所以要吃吃饭了 吃吃饭 看看晚报 看看晚报 又没有时间读了 又没时间读了 等到要睡觉 十点要睡觉了 差不多十点要睡觉 想到今天圣经还没读 他想读今天的圣经还没读 不读不平安 不读不平安 那我拿下读了 那只好拿来读 还没读两行就睡着了 这就是我们对待圣经的一般的态度 这些是我们对待圣经的一般的态度 所以有人干脆就不读听 有人干脆不读圣经 他告诉我 我最近读都睡觉了 得罪神嘛 亵渎神 不如不要读 好啊 我如果读圣经来睡觉 真的说读了神 我不如就不读呢 结果今天一般的教会里面 大家都不读圣经 结果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大部分都不读 反正听到你会讲 你去讲 台上去讲 我就听好了 我先玩就玩了 反正礼拜天都可以听到 听完就算了 这样做 教会永远建立不起来 这样下去 教会永远不能够建立起来 请主委准许我这样要求一下 请主委准许我这样要求一下 大家准许我这样要求一下 我要求弟兄姊妹要读经 不管你多忙 不管你多忙 读一章也可以 读一章也可以 甚至读一节也可以 甚至你读一次不可以 你好好读这一节 你好好读一次 我记下来 寄下来 反复思想 反复思想 从里面去找到帮助 从里面找到帮助 我相信你这样下去 灵静静会长进 我相信你这样下去 你的灵性一定得到长进 能不能不吃饭 人不能够不吃饭 不吃饭会饿死 不吃饭会饿死 什么人不想吃饭 有病的人 有病的人 不想吃饭 基督徒一定要读经 基督徒一定要读经 哪种基督徒不读经呢 这些基督徒不读经呢 有病的基督徒 有病的基督徒 灵性有病的基督徒 灵性有病的基督徒 软弱冷淡退后的人 软弱冷淡退后的人 什么方法等火热起来呢 怎样的方法可以火热起来呢 好好地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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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把这本圣经赐给这个世界 愿你将圣经赐给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都可以自由地读经 我们今天可以自由地读经 公开地读经 公开地读经 经常地读经 经常地读经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每天不读经我们就不做事 每天不读经我们就不做事 不读经不开始每天的生活 不读经不开始我们每天的生活 求主检查我们的心 在你的面前都许下这样的心愿 在你的面前许下这样的心愿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 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我们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但是今天我们都在你面前许下心愿 但是愿我们今天都在你面前许下心愿 好好读经 好好读经 学习祷告 学习祷告 做一个行道的人 做一个行道的人 愿主的名得荣耀 愿主的名得荣耀 这样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